今年东北亚某国接连试射新型弹道导弹 但是除了两次以外 实际上导弹飞行的距离并不很远 落点离发射阵位也不过1000千米左右 然而那些导弹却被认为是远程甚至是洲际弹道导弹 而且试射也被普遍认为是成功的 这是怎样回事呢 其实这种试射被称为高弹道试射 就是以发射高度来推算理论射程 毕竟地球的重力不会骗人 因此如果对着天穷的预定方向进行高抛弹道发射 那要通过弹道导弹飞行的顶点高度 就可以大致测试出该型导弹可能达到的射程了 一般情况下射程可以用最大射高乘上2 5或3倍来推的 而飞行距离也就是投影距离 其实没食妖意义 东北亚某国进行的试射多数就是这种高弹道试射 实际上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远程或洲际弹道导弹 都是以高弹道试射为主的 当然前苏联和俄罗斯是个例外 毕竟人家国土辽阔 可以在本土内安排很多次全程试射 美英法三国虽然可以对着海外领地进行全程或者大半程试射 但是一来有风险二来成本高 所以还是更多的进行高弹道试射 我国迄今为止只进行过一次洲际导弹全程试射 而之前和之后的远程和洲际弹道导弹都是用高弹道试射来进行的 当然如果该国国土面积较大 尽可能让导弹飞得远一些 对于积累的数据的准确性是有不少好处的 对于某些国土面积很小且海军力量也很薄弱的国家来说 进行高弹道试射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射高达到4500千米级的 射程应该在1万千米以上甚至更高 可以说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主要大城市都在其理论射程之内 从理论上说若怀能组织哪怕一两次低弹道试射 其实占价值就会得到更大的证明 但能否实现和怎样实现实在是件很难说的事情 作者庶民浩瀚防武